大楼广委会炒成一团 还有冲进来的外籍人士加入混战 住户警卫赶紧将双方架开 说迟时那时快 刘长胡子老外忍不防突然出招 这位年纪看来有一把的委员 瞬间被扳倒在地 接着又是一阵扭打 一旁住有人拉开 但却有人一边骂 一边不给外籍人士好几拳 然而看看这名局外人 人高马大 根本不怕再多来几个 状况越来越乱 你是谁啊 你是谁该骂 路口监视起拍下 没多久 这位外籍人士又出现在 里长办公室旁 优漢住户起了争执 双方进马奴章 差一点又打了起来 最后还是其他住户相续下 才结束争执 他的国术馆 在我们的三楼 他在下楼的时候 他可能他学生有跟他讲过 就是说二楼有的人打群架 他就劝架 也许这个一直是劝架 可是这劝架的方式 就可能就是有一点 原来这名外籍男子叫做江玉山 是位武术老师在社区教权 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 他也有话说 三家一个开会 我觉得就已经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两位 他们也是找麻烦 还有一只攻击人 也是不对 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都一定要离开他们 我可以 如果我真的很暴力的话 我可以真的 东说 因为我没有走这样子 再次献身 他已经把长湖给去掉 对于大楼诸户起冲突 表示一切都在意料外 甚至还把影片放上网 要大家评音评理 原本热心想要帮忙协调纷争 没想到 却从单纯的局外人 陷入一阵扭打的混乱战局 成了新闻人物 这里是炎俊宇 台南报道